谷歌工程师布莱克·莱默因表示,在与一个名叫LAMDA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了数百次互动后,他认为该系统已经达到了拥有自我意识的程度。 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这套尚未发布的人工智能系统LAMDA只是以人类的方式编写和回答问题,美其名也只是谷歌自动完成功能的美化版本。 不过,布莱克·莱默因同时也提出证据认为LAMDA具备生命,但来自谷歌的官方声明却明确表达不同意,且透过包括伦理学家和技术专家所组成的团队重新根据人工智能原则审查了LAMDA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仍是相关证据不能支持布莱克·莱默因的主张。 谷歌公司还同时决定,让布莱克·莱默因修贷新价,且强调他被停职的原因是违反了公司的保密政策。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